吃啊 小妮姐 再不吃都凉了 这么好吃 都怪你 出来吃烤串为什么不早说一声 我穿成这样怎么吃啊 有点子不快要去 我这身衣服就别要了 你想着点没弄上不就完了吗 我的腰质 给你 拿远点 别弄我衣服上 怎么了 这多好吃啊 这高蛋白 我衣人在这里有串呢 我都是 都给你 都给你 你姐最近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她就一天天地在家待着 然后也不出门 也不说话 她是不是要得益郁症了 那怎么能行 你得多陪陪她呀 顾佳的性格本来就能 要是再出点什么事 可就是大事 你还不了解她吗 在她的眼睛里 我就是一个小孩 我说什么她都不往心里去的 晓妮姐 你最近不跟她联系 是不是在心里怪她拖累你呀 我也想开了 我怪她拖累我 当初啊 其实那钱是我自己给李浩 你说能过来找顾佳吗 再说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果不过 我只是觉得吧 我现在事业家破产呢 我见上她 她心里肯定更堵得慌 所以我得先把手上那堆烂摊子 先收拾好了 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告诉她 顾佳 什么坎都能过得去 只要你努力 没错 努力 哼 按着这种 刷地摊吃烤串的日子 必须马上一定得 赶紧结束 马上结束 翠翠 买单 我买单 当然了 你让我出来似的 我都没带钱包 我也 我也没带钱包 你 谁 还没带钱包 喂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